1999年,美国运通公司发行了一款最高级别的黑金卡 由于卡面主体色调为黑色,所以又被称为黑卡 这张卡是世界公认的信用卡之王 有了他几乎能做到普通人不能办的事 也许你也听过这则轰动全球的真实案例 一名拥有黑卡的爸爸 为了女儿的作业,竟然拿出了他的黑卡 要求抓一把远在约旦死海里的沙子坐飞机回来给女儿 而发行黑卡的公司还真的能在短时间内办到了 黑卡是一张具有讨论性能拥有无尽特权的信用卡 今天我先小时为你带来黑卡的秘密 黑卡最著名的功能就是没有额度上线 它不接受申请,只有银行主动邀请客户才能加入 往往都是顶尖的上流社会的人才能拥有 信用卡广告我们看过不少 但是美国运通黑卡要保持这张卡的高级性 从来没有买过广告 信用卡还有顶尖让人意想不到的私人服务 但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谈谈要如何才能申请到这张卡 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必须非常非常有钱 市面上有两种黑卡,商务用途和个人用途 商务用途一年必须使用卡花费50万美元以上 个人用途一年必须使用卡花费25万美元以上 这相等于必须买超过250双Louis Vuitton的高跟鞋 或者100台苹果电脑 而且每年必须持续花费才能保持会员资格 就算每年都有达到消费额度 使用这张卡依然必须支付会员费 第一次假的费用是7500美元 随后每年必须支付2500美元 根据调查,拥有黑卡会员资格 使用者的晋升价平均有1600万美元 黑卡之所以这么厉害 传说是因为他什么事情都能办到 但在这里,吴建想告诉大家 说任何事都能办到的确有点太夸张了 但这张卡大家都真正想要 必然有它的原因 它能提供的服务的确非常的顶级 黑卡提供世界一流酒店贵宾入住专享方案 直接免费升等各大高级酒店套房 享受在SPG旗下酒店的高级会员待遇 延迟入住、延迟退房都没有问题 把证会员处处享尽舒适 自由进出各航空公司、会员俱乐部的权利 还有免费升等层、头等舱的服务 出国旅行时享有全球20个国际大机场快速通关服务 会有一个专属个人向导会在 抵达之后欢迎此卡人 并通过快速通关、护送、会员过海关和移民通道 避开需要排队凡人的海关按键 如果你是个购物狂 在购买奢侈品牌的时候 有私人购物体验 本卡还提供私人购物保护 90天内购买的物品 如果丢失、不小心损坏都能获得报销赔偿 想退货 如果商家不接受退货 黑卡都会赔偿购买所花的钱 再来就是为顾客量身打造高端旅行行程 美国运通曾为顾客安排一个历时两个月的行程 游历南美四国 途中所有交通、住宿及餐饮都由该公司办妥 并定期联络客户更新其状况及提供天气情报 别以为这些都是旅行社就能安排的行程 有顾客声称没有一间公司或旅行社能够提供相同的服务 黑卡本身是电镀态制成 不是塑料卡 所以拿起来也会稍微重些 手感超好 除此之外 美国运通会为每名会员安排一个客户经理 照顾其个人生活需要 提供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服务 现在我们来看看几个真实案例 一对持有黑卡的香港新婚夫妻在意大利小巷举行婚礼 他们希望有武师住信 但在当地很难找到懂武师的人 最后美国运通通过在罗马找到一般学过功夫的意大利人 高兴聘请他们表演 印度洋发生海啸的时候 多少遇难者被困住 不知道如何逃离 这时候黑卡的力量就体现了 当时有一位香港的黑卡持卡人打电话给运通 要求帮助其困在岛上的朋友 于是运通公司立刻想办法找来了 四人飞机将他们带离危险地带 中国收藏家刘一迁 2014年4月在舒服比香港拍卖会上 花2.8亿港元 拍下明代城话斗采集钢杯 结商的时候正式使用运通黑卡2.8亿港币的积分 可转成几千万的航空里程 够我们普通人飞美国经济上几百次的往返了 黑卡不仅仅是一张信用卡 更代表了一个高收入和享受奢侈消费的上流社会 你觉得这张美国运通黑卡值得拥有吗 欢迎在以下留言 五件小事会在每星期一至星期五傍晚更新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下次会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 拜拜